而中央气象署发布了高温黄色警告 光飞山公所今天下午在大全桥体 办理了年度防训演习 那么不论是灾害的抢救 人员救护到灾民疏散收容等等 各个是参演单位都每个环节都不马虎 定着烈日高温确实演练 这个是所有工法的工作人员 不论是提防灾害抢险工法 人员预防性撤离 封闭桥梁还是抢修水电力 或者受困人员的抢救到灾后环境清销 在高温闷热的天气下 挥汗如雨的注意操演 大到军警销单位主办方箱工所 还是协力电信台水机构 到村长甚至部落居民各个参演单位 每一个环节都不马虎 认真操作演练 方讯旗来临光复乡公所今天下午在大全桥梯旁 特别办理今年度方讯演练 气象署发布高温黄色警告 顶着烈日高温 各项防灾救灾抢险项目的演练过程 也都倍感艰辛 各个参演单位咬牙 认真确实地完成各项防训任务 获得上级单位的肯定 乡长林清水感谢各参演单位的辛劳 也希望借此加强各机关单位的防灾意识 强化救灾工作的横向联系 以及应变能力 多一分准备就能少一分灾害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